被指控介入富商婚姻当小三的登山家曾格尔 失口否认有偷吃富商 原配活大直接在网络索哈所有证据 直指曾格尔勾老公要赞助费 对了 所以那174年是可以帮我的忙还是不行 反正我是抱着很开放的心态 要做什么都可以 那判斟费就给你解决了好不好 开口直接就要170万原配公布的对话记录 更显示曾格尔直呼富商 亲爱的邀约对方由日本 更有诊断约富商去三二行管的对话 爬山爬上枕头山证据全盘大公开 但曾格尔全否认强调170万根本没到手 更豁出去首度公开未曝光的开庭笔录 强调富商声称的吃药讯息是指胃溃疡的药 也说双方没有性行为 没有发生关系也没有收到你们的钱 请问我到底做出什么 不过人在做iPad都在看 曾格尔和丈夫的私密对话 早被原配全程紧盯 交付商机的删讯息 全都被嫌疑不截图 原本原配一度心软 同意曾格尔不公开审理 如今面对曾格尔种种反击 也决定家告妇女 妨害名誉 未奏文书等罪 火力全开对母公堂 记得张尤茨张贝兹采访不到